為各位介紹的這個商品是86的拉桿 但是重點不是在拉桿 重點是它的雙色手工洋機 手工洋機基本上現在幾乎沒有人在做 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應該是幾乎沒有任何一家洋機廠願意去幫你做 直接慢時間的 然後泡在裡面然後慢慢的慢慢的花很長的時間去 慢慢的幫你染色染色跟水彩一樣 慢慢度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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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一個雙色 如果說一般雙色來說幾乎就是有一個中心線 這一半邊是藍這半邊是紅 只有一點點地方交錯 而不會有紫蘭紫蘭這些的情況交錯在這個中間 所以手工洋機真正麻煩的不是說在它的成本是多少 而是在它背後所消耗的一些其他的人士跟其他人員開銷的成本是多少 然後必須要請洋機廠來全力配合之下才有辦法來生產這項的商品 那可能已經看厭倦了一些很單純化的一些洋機的商品 所以雙色洋機來說 甚至可以做到三色四色五色以上都OK 然後拉桿的話 其實會增加一些很多的跳通的機會 但不只是拉桿啦 或者是其他的東西 基本上都可以 我們看一下其他它的 這個顏色的精緻度 當然DV可能在顏色的呈現上 還是以實際的商品會有一些落差在 實際的商品是更鮮麵更漂亮的 然後實際的商品的話會更漂亮更好看 仔細再看一下 那當然其實拉桿只是其中一項的商品 那不只這個東西 那其實呢 我們還有其他的東西也可以作為參考看看 那像是這個是 GJMS的馬表示價 那隱隱約約呢 可能還可以看到一些些的那個GJMS的字 但是在手工洋機的裝飾之下呢 這個就是比較 類似現在時下流行的 美國隊長的配色 藍色紅色交錯紫色這樣子 那其實還有一項比較大的商品 那各位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編柱 那編柱的話呢 會更鮮豔的 因為顏色的話還是會有 光線上的一些差異 我們看一下 在前端是紅色 然後到中間地方變成紫藍 在後面變成標準的一個藍色 非常的好看 那如果說到時候 裝在車上的話呢 看起來大概就是這個角度 非常漂亮 那多種顏色都可以做洋級 那我們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一個 美國隊長的配色 我們就稱為他為美國隊長配色 就是紅色跟藍色 這是一個標準配色 那如果有需要做 單色洋級 雙色 甚至三色 七色以上的話 那沒關係 都可以歡迎來賣可倉庫 及這精品來配合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